欢迎收看近期的台湾 我是怡婷 带您来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彰化县田中商圈充满着浓浓的怀旧气息 近年来因为举办了台湾四大马拉松之一的田中马拉松而出名 而当地有很多的自然美景 还有各式各样的传统古早风情 有百年建筑以及即将失传的古早记忆 像是手工肥皂厂 布庄还有宝宾香等等 吃得到梦幻的蝶豆花臭豆腐 在地鲜果做的铜板加水果冰 仿佛是重温了儿时古早味 田中马拉松被列为台湾四大马拉松赛之一 正在每年吸引上万名选手参与 带动当地商机跟青年板乡的热潮 还发展出单车小旅行 徜徉在美好的自然风景中 还能体验田中商圈特有的老街 老景 老店面 五颜六色的冰品料多得像是要满出来 鸚鸭冰十五种满满的料 昂道 昏桂 绿豆 芋头 一碗只要铜板价五十元 水果冰有西瓜 木瓜 苹果 凤梨 酸甜清爽最是消暑 门口慢慢人潮 就是要一尝这怀念的古早味 我们这个比传统 都做的秋冬的 做我们本地的水果和农山品 水果现剖现切 不只是冰的配料 也能做成传统饮品 木瓜牛奶浓郁香醇 就像是彰化田中 这充满岁月的人情味 是那样淡淡的甜蜜 我田中只是在这儿大 田中好山好水 这人情味也这么有 所以我没想到到这儿 就在这儿继续做下去了 三十多年 要四十年了 人情味是彰化县田中商圈 最强烈的印象 就像是儿时在街道上奔跑一样 穿过时光隧道 回到那段天效无忧的日子 正天的爆炸声爆出浓浓米香 就像小时候在路边捂着耳朵期待 这惊奇简单的外面滋味 我们一般都是用我们田中的 他们九号米 琢瓦米香去爆的 它跟外面那个米的质感是不一样 是特别的脆 因为是纯手工做的时候 就是特别的浓 那香味是特别的足这样子 很有诚事感 在地经营一甲子 二代老板从父母手上 借下老招牌 店里的机器都有岁月痕迹 每台都日日上工 至少超过三十年 不光是靠机器 它要手工搭配 功夫就在这里 没办法用现代化的来取代 是靠经验下去的 那时间是真的是不一样 它有时候差个二十秒三十秒 它起来味道就是会不一样的 从儿时就看着父母 琢瓦米香的忙碌生意 长大后他回到家乡接班 就是放不下对这块土地的情感 到外面感觉就是没有家乡的这样子好 田中上最后我觉得真的很有向心力 大家都很热情 很想要把田中介绍给我们台湾的人 知道我们田中这个地方 田中是台湾米苍之乡 产出非常多在地毫米 有一览无疑的美丽田园景色 近年来最知名的活动就是田中马拉松 让参赛者可以用双脚认识这片土地 沿途的优美风光 马拉松最漂亮的两个赛道 就是霸宝郡 还有有一个就是跑过去 两边都可以看到黄金色的道浪 很漂亮 其实游客来最想要的就是 看这些大自然 还有白色吗 这个红的 红的 还有粉红的 拿起各色鲜艳的布料 仔细挑选比对 选好衣料仔细裁量 老建筑里的百年布装 走过一世纪的岁月 商圈理事长曾正凡 就是这里的第三代接班人 时间在这里仿佛慢下了脚步 这些橙色其实都是 我爷爷之前留下来的一些橙色 那经过我爷爷还有我爸爸 橙色是都没有改变 只有布方面的一些改变而已 那其他的话 白色差不了多少 传统裁缝车咔哒咔的声响中 布料化作美丽的服饰 这里是田中唯一仅存的老布装 近年来成衣业崛起 对老产业冲击很大 但在商圈老街的衣鱼 这里还是农村妇女 最熟悉的景象 也是许多外地人来到当地 想要感受的传统风味 因为这一排 你看他的木造的房子 几乎都是上百年 历史建物 一些游客都喜欢看 古色古香的东西 小小的街道上 古早的香造工厂 煮造搭配模具跟手工 变成一条条透明的香造原型 规律的机械身中 原型肥皂一块块成型 淡淡清香弥漫在空气里 这里不只有最简单的香皂 还有各种特殊的造型跟颜色 有书造型 古色古香的外包装 甚至还有缤纷的七色彩虹排列 各种设计让人眼花缭乱 70多年前民生物资缺乏 肥皂厂就在田中开始了第一步 现在是全台少有的资深制造工厂 传承了三代的历史 我们工厂从1947年到现在 那创立的人是我的阿公 他就是自己家里的东西 对 又在地这么久了 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努力把它顾好 对老字号的责任感 让年轻的陈胜文回到家乡田中 跟在地人同心协力 把历史文化的痕迹保留下来 在商圈里发光发热 商圈的魅力我觉得就是 大家都团结很有热情 同心协力想要把一件事情 办好的那种感觉 天中商圈应该和天中妈 就是我们的钱德公妈祖庙 还有火车站为主要的点 变成以休闲观光为导向的 一个发展 520是我爱你的谐音 更是彰化县田中的游地区号 这里还多了两个可爱的吉祥物 专属台湾米仓田中的阿草跟阿蕊 阿草跟阿蕊那个头 看起来就像刀碎有没有 其实说起来就是说农村的那种概念 我们说就是越爽越好 就是阿草 阿蕊子 这种感觉上比较乡土 比较亲切 当地更推出小旅行 结合各种特色景点 我们小旅行都会把猫村 还有那个夫妻树列为行程之一 我问过有来过五次 不同景点下个月可能 又是另外一个行程 深度旅行一次又一次 感受不同的体验 在这间充满风味的臭豆腐店里 就有着意外惊喜 豆腐在热油中翻滚 但仔细一看颜色很特别 这是少见的椒盐叠豆腐 吃起来口感酥脆 椒盐香带着微辣 让人一口结一口 经典的炸臭豆腐 搭配酱汁跟台湿泡菜 入口鲜实酥脆 接着浓郁的酱香满溢口中 菜的酸味清爽脆口 是最受欢迎的必吃好料 臭豆腐它是天然发酵 那一般在天然发酵的状态之下 它要三天 冬天三天 夏天两天 整个要看它的环境 味道浓郁的臭豆腐 还有另一种经典吃法 就是用鸭血做成麻辣口味 花椒跟贵州的香料提升层次感 香麻不腻口 刺激够味 这里不只有好吃的 更有好看的 老板娘黄小丽租下老街屋 结合美食 艺文跟喜爱的老物 除了能在这个空间 品尝招牌臭豆腐 还不时举办展演艺文活动 让原本不起眼的店面 成了老街上温暖风景 主要是因为我父母亲还在这里 然后我对这个地方 其实有一个很深的感情 那你看到它这样慢慢的衰退 然后你会想说 就是在这个年纪 你为这个地方 能够做一些什么事情 每个人都是田中的力量 都是商圈紧密的一份子 这样的精神 在当地新潮的设计旅馆里 细节中都能感受到 青年发挥创意的力量 充满时尚感的布置中 其实处处充满巧思 都是田中稻米的无实意向 不管是它里面的色系 颜色 都会跟稻米有关系 甚至我们在我们的旅馆的前方 我们放了一抹田 那是我们的田中的 有名的台肯九号面 那这抹田呢 让我们的游客呢 可以做手术亲自来 跟我们可以在一起擦秧 或者收割 然后呢 甚至呢 我们可以把这些 就是稻子呢 可以让游客带回家 或者是呢 我们可以把这些稻子呢 拿来做装饰艺术 田中比较有名的是 人文 田中的老百姓 其实对外来的游客 其实都是很热情 还非常客气 我在这边生活了57年 对这块土地 有一个很深的感情 然后我想要说 一家乡做一点什么事情 总是觉得能够取之田中 用之田中 从清朝时代 就繁荣发展的彰化县田中 经历时光更迭 在地人热情腾结的向心力 让百年老街充满展新面貌 时光的脚步慢了下来 田中商圈融合古老与创新 打造全新的小镇魅力 田中商圈融合古老与创新 打造全新的小镇魅力